生活 从来不会因为困难停下脚步 因为总有一群人为我们挺身而出 他们握紧方向盘 在我们 是向春天 我是邓文 今天要为大家讲述 一些武汉逆行者的故事 乘客一直推伍军人 也是地道的武汉人 他说无论哪个身份 都让他必须站出来 武汉是我的家 我屋里带的有差不多十代人 脚步的我跑掉五代人 然后我不知道 亲戚也打电话 你们害在外面 还不回家 不要命 我的牙才楼过也大 你到往那边冲 一路上都是学习习师傅们 都快有这一帮志愿者 即使不穿着这种军装 我觉得作为一个武汉人 也得要站出来 货车司机王海滨 在春节前一天 退掉了货车票 建设武汉 成为了一名转运司机 2月1号现在差不多跑了16000多公里 以前是医疗物资的次数比较多 因为现在是生活物资比较多 送塔子湖放上医院 早上到晚上都没吃饭了 饿得已经全心贴后背了 放上医院 那里的负责人给了两份饭 那真的是吃的是最香的一次的饭 一连吃了两份 由于疫情好转 季师傅出门的时间比往常晚了一些 他是滴滴医护保障车队中的医院 这个感染死的时候是保护自己 上过天以后 实际上就没有了保护别人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没有 在外面自己出生入死 确实不带我 但是如果把出生入死带回家的话 心里很有压力 谁都不能够把自己完整无缺的回来 还有两边松一点 搞得太紧的话 它那个容易拉掉 把自己靠到一个小空间里面 回家影响乘客 每一趟 不管拉的是谁 每一趟我们都会下一次度 有的时候把车子开出去 整条街上只有我们一台车 这个场景并不好受 感受比较深的 是那一次我到汉口那边去送一个乘客 回来的时候 发现了很轻微的堵车 我一下子非常激动 真的是非常激动 我跟我群里面的兄弟们说 今天堵车了 那群里面一下子沸腾起来 哪里堵车了 堵车 这个曾经让司机感到头痛的字眼 如今却成了春天来临的序曲 年纪23岁的曾岗 是第一位进入火神山医院 参见的八爵机机师 1月23号接到通知 去火神山医院 整个人就很懵 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第一个挖机 你进那个场地路口 就一个大坑 那个大坑填完 估计就要一个晚上 所以我觉得 五天根本不可能 十天 伴随着火神山的落成 他们又拼搏 战胜了心中的不可能 自封城后 朱警官无视无可 不再期盼着解封的那一天 因为他坚信 武汉必胜 主要的工作就是 附送元汉医疗队离开武汉 线路上的灵警 见到车队都会尽力 给他们以最高的待遇 每一次看到这些医疗队 小女生剃着板串 把这个头发的整个跟小男孩一样 给我的感觉特别的感动 所以说每一次接到任务的时候 我从心底来说 我是很高兴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已经踢入到武汉的历史当中 机场这一块很烦 我们也可能要做几千个 出来忙一点 心里也是高兴的 王力 四川人 这是他来武汉的第三个年头 从没想过当英雄的他 在这场战役中 却像英雄一样战斗 刚刚封城那会儿 二十三号凌晨的时候 然后跑去给我发消息 我知道的 其实我的本人反应 第一反应也想的是赶紧者 因为我是四川民族人 经历过汶川地震 似曾相识的那种画面 特别无助的那种感觉 就一下就出来了 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 来了无数的志愿者 还有解放军战士 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们才慢慢走出来 就想去留下来 特别荣幸这一次 我也能够做一些 温暖他人的事情 接送的那些居民 特别是老人家 上车第一件事就是 特别感激我们 他说还好有你们 自然的话 居院做个特殊 也不能说走路过去 前两天路过 这东湖边上的时候 就看见樱花也都开了 还是那么漂亮 就想明年带着家人 过来看一下 武汉的樱花 过去的两个月里 发动机的声音 一次又一次 划布武汉的季节 使他们 帮助这座城市苏醒 每一队有19人 包括我 将近25个医院 接送医护人员 接近8000余人 有一天早晨 有一个副事长 他怕来不及说再进 就让我们 穿上他们的防护风 防护副事长 每个上班的人 都真相的亲自 只要从一千公 活下来都是生死兄弟 活着真的很好 你想我吧 马上快回哥 想让我给带啥东西吧 玩 叫玩具 是我父亲当兵的 他打电话跟我说 已经要报名了 就去做好这份工作 我跟我的时候 两个人都武汉本地了 我的城市是平良 作为一个武汉人 希望我的城市 找一点什么 作为一个特务军人 我觉得 部队教育的我很多 遇到困难的时候 应该挺身而下 我想跟家人说一句话 我在外头会保护这个 因为在武汉也保护这个 我非常爱你 想说 儿子妈妈 最爱你 屋子里的脚子被迷失 我就要来 找你一会儿 武汉国文 武汉 加油 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 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 即使在深冬 也有一些人 总能闻到春天的味道 那是因为通往春天的地图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坚信 春天时 我们自会重逢 那你他吃了 像你他吃了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 国卫生武汉市 从按住暂停 转向重启恢复 他们的故事 各自是向樱花盛开的路口 他们的名字 凝聚成对武汉真实的祝福 再见 让我们 春天见 大家好 我是郑文 向抗疫前线的师傅满地道一声 辛苦了 在这个一切向好的春天 看望疫情数字 早日归零 我们携手 彻底战胜一切 武汉的春天 湖光三色 底底多姿 异彩春春 银花应该开了 从湖地道 那直接人满着 人下热 因为我们坐网约车 每天在这个城市里 大地小巷穿行 每到春天的时候 樱花特别特别美 疫情过后 我们还是会感受到 武汉的春天 有可能在我们内心里面 它会更美